- 上车咯 欢迎收看今天的1111落点分析交代手册 我是若薇 我是何启胜 今天我们一样邀请到很厉害的来宾 我们今天特别对于关注工程学群的孩子们 来做了一集有关于工程学群的知识介绍 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超厉害 工程学群到底毕竟在我们落点分析交代手册的直播节目里头 是相对比较少在介绍 所以说今天相当难得 那么关心考生落点的包括还有学生家长在内 都希望你能够持续的关注 当然我们还关注了包括今天的这个工程学群 学些什么以及未来的出路 讲到未来的出路 那么就必须不得不让大家关心的 就是年后的这个转职潮 很多的朋友呢包括说我们在开年之后的这个第一天的网路的浏览 那么就超过了50%跟往常来比较起来 一次呢大家很关心年后转职的议题 很关心工程学群的孩子们未来的就业的问题 那么在1111人力也好 也就因为大家的关注所以我们特别举办了所幸福企业的票选 只要参与票选的就有机会抽1万块钱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有安排抽奖 而且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这样的抽奖 只要来参与我们幸福企业的投票 为什么要让我们的网友来投票呢 最主要就是希望我们的网友透过这个投票 更深入的去了解每一间的这个幸福企业 他个人寄出的福利了 还有他的薪资待遇了 他内部的很有规则的一个深迁的制度了 还有他对员工的投资 包括他的在职进修了等等的 那么如果呢我们透过了解进而转职成功的话 抽都不要抽1万块现金直接送给你 同学觉得这个好康不错吧 对 我们就鼓励大家踊跃的在这个把握年后转职潮的这个机会 因为我释出的职缺也相对比较多 那我们就帮你标举出一些幸福的企业 给工临挑选 对比较好的福利 所以说这不只是说投票有机会拿到1万元之外 找到工作又可以拿到1万 另外分享我们还有机会得到1000元 然后另外呢 其实这样子的活动主要也是要鼓励一下 这些企业主让他们多多来提升自己的福利 来促进身体的企业循环 是 好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要关心工程学群 我刚刚才看了一下 哇原来我们工程学群 今天来宾很厉害啊 我们先来欢迎今天我们来宾 台大土木工程系的杨国欣副主任 欢迎 欢迎杨副主任 还有我们两位学长姐 对台大土木系的夏云学长 台大土木系的吴卓颖学姐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杨副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工程学群 我刚才看了一下喔航空啦生衣啦喔还有这个水利啊 连科技管理建筑 科技教育 都涵盖在工程学群里面 航空运输物流全部都在这里面 是他当初是怎么样的学群跟学类的这样的一个划分呢 金主任跟我们说明一下 首先谢谢主持人 那我们有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工程学群 那当然台大土木系也是其中的一环 你可以看到工程学群里面有台大土木系 那其实工程学群就是想要把我们的想法 然后透过我们的技术在课堂上所学到的东西 然后把它设计出来 那这样的成果呢可以改善人的 人民的生活 或者是地球的环境 那这个其实工程学群包罗万象 那其实也是相当热门的一个学群 真的是包罗万象 那我们紧接着我们就来看 既然杨副主任是我们土木工程 我们就来看看土木工程里头学些什么 当然大家也要关心土木工程之后的出路 没错 其实呢 等一下也要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 记得喔 上门发问 然后我们tag两个朋友 就有机会被我们点到问题 你就可以获得全家里券100元喔 我也想跟网友来说明一下 凡是在我们网路上的发言的 我们也会请杨副主任 以及我们每一天所邀请的这些贵宾 我们的主任老师 来跟大家来作答 即便没有在线上及时的去答复你 我们在线下 那么不是线下 我们在节目之后 我们也会把这些问题提供给老师 来回答我们所有网友的提问 今天提问还有送奖喔 对对 今天提问有送全家电子路里券100元 那另外我们现在一开始就先来帮观众朋友问一下 大家最想问的问题啦 这个土木工程的必修或核心课程到底在学些什么 其实我们土木工程是在从盖房子桥梁基础构造物 乃至到现在我们的气候变迁防灾里面 对我们所学的知识技术都是会运用在解决这些问题 那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土木又细分为结构工程 盖房子 大地工程是有关于山崩土石流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自然防洪 那水利工程呢洪水的问题啊交通工程例如盖机场啊 然后还有捷运啊高铁 然后还有一些工程测量啊 营件管理 因为我们有一个工地我们的时程掌控什么都是相当的重要 那最后呢其实我们其实不只是这些 我们用很多高科技的方式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电脑辅助工程 那这样子看起来几乎 所有的工家部门的一些工程都跟你们有相关 对不对 老师我就很好奇啊 那你现在学的这么广泛 那每一个学生都都要学 还是最后会其实会有分组或是分类 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我们系上的课程会有一个F层的课程 然后他们会选 例如说他们要往比较建筑设计方面 建筑或是大地啦 对等等这边漫进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以台北101为例 它其实那么高的高楼 然后其实我们台北是在以前康熙湖的时代 它是一个软弱的地层 那所以你可以想想看我们要怎么样盖那么高的高楼 可是那么重的结构物 然后台湾又是地震频繁的地方 是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耐震抗震 同时间我们遇到的地盘又是这么软弱 好像是把一个很重的东西盖在果冻上面 就运用到结构跟大地工程的等等土木工程的一个范畴里面 哦 是这个应用面跟我们解释的很清楚 让我们对这个所谓土木工程有更深入的了解了 包括连我们地震的防灾其实都在这里头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影片 说我们现在测量地震了 要买好多的那种那种侦测器 密度很高啊 买好几万个 好几万个啊 要离一片土地上头然后去侦测 因为那个地方大概经过统计是百年会有一次的地震 所以他们接近了 接近了百年了 所以说赶快去部署 因为好像是嘉义吧 台南的这个大地震好像是 台南还是嘉义的大地震 现在在那块地上面埋设很多的这样 这个这个侦测器 sensor 这个真的很可怕 好大一个要往下挖啊 对 而且还要去换电池 你都不晓得那个 而且这个东西有很多学问在 像当年这个台南的大地震 我一直以为它本身是一个主震 结果后来仔细去研究了 它其实是屏东地震后的余震 余震余震 结果被造这么大的都是一个学问 那再问一下副教授 因为也有很多人问啊 说土木系 我毕业出来就是在盖房子吗 我还有其他出路吗 我相信很多人都这样认为 是在盖房子吗 对 是其实 我们训练的是一个工程师 工程师 那除了传统的工程之外 那我觉得土木工程呢 其实还包括很多 除了盖房子之下 我刚才讲说盖房 其实我们不是实际上去盖 而是我们以工程师的角度来设计 设计 来分析 那像有些 还包括角度啊力学啊等等的 像我们家那个松之路那边 那个叫什么桃园 那个像什么 桃图影园 非常贵 我们的那个盖法就 很奇特 都出来了 对 哪都觉得说 那站在阳台上不是很危险吗 特别害怕 那个都是有利弊利举在计算 我们学的其实是这个 不能随便我外观想盖什么就盖什么 可是我有看到很多土木工程的学生 每次在路边在做测量啊 拿一个那个 那个那个三角叉在那边测啊 是 定位也是 就是定位房子要盖哪里 然后要精准定位是很重要的 举例来说 我有一个隧道是从这边挖 然后从另外一边挖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测量定位的话 他有时候就错过 多不容 多不容 OK 好 那除了传统工程之外 其实土木也包含 像我刚才说到的防灾工程 这防灾很重要 土壤易化啦 山崩啊 土石流啊 地震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重视生态环保 所以生态工程 我们怎么样建设一个东西 是安全 可是又符合生态 然后又可以让这些生物呢 可以棄地的 这些也是相当重要的 那我们出入很广 那老师你刚才说 我们我们会不会是在 三年级啊 还是四年级的时候 或者去所谓的分科啊 我们一般俗称的 就是比如说我要去走这个大地啊 或者说你说房灾的 是这些 我们大概几年级会 会做这样的分组 其实我们大学部的土木工程 是一个通财教育 因为出来不管你是怎样 我们都称自己是土木工程师 可是在大三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学群 是让他自己往 比较想要建筑设计 就往建筑设计 然后比较想要交通 就很多交通的课程等等 那不过其实那些都是选修 还是选修 OK 所以我们有一个 一整套的一个 基础的学这个课程的设计 是 那虽然等一下教授呢 会帮我们介绍这个土木学系 未来的出路 但是还是要先问一下 因为现在我刚刚看到 有一个观众朋友 谢家荣 恭喜 谢家荣恭喜 有全家的百元礼券 电子礼券 对 他说问这个工程学群 或者是这个土木相关科系 这毕业以后呢 想要拿到百万年薪的话 大概是什么样的职位 比较有可能 去拿到这样比较高的薪资呢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 是时间的问题 百万年薪就不用担心 之前我们也是 很在乎学生的职业规划 那我们请一些学长姐 回来跟学生分享 做台专讨 那其实一般经验是可能 Junior Engineer 大概工作五年之后 就有这个机会 哦 所以其实Junior Engineer 就是这种 算初阶工程师 五年的资历 大概就可以 就有十万月薪 所以它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工作 好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要继续进行 我们有一些这个 工程完成的这些流程 我们也让学生家长可以了解一下 让我们考生也知道一下 平常都实作都在做些什么 请教授帮我们简单的讲解一下 这个部分 像这个是 厂指与水利工程研究 还有结构系统研究的部分 这是我们台大图目一个很特别的课程 就是我们希望学生除了课堂的知识之外 他可以在比较高年级 做一个比较实作的 然后做把我们所有的知识重整起来 运用上来 那这是一个capstone的课程 顶时课程 也是一个实作课程 那这个例子是我们到西头盖一个银杏桥 以这个为目标来做设计 所以那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运用到大地工程 水利工程的背景 来调查说我这个桥的核川 那是不是掏刷什么要选址这等等位置 然后我们还做一些模型的试验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们就会做一些 这些用竹子或是木板 做这些基本的设计 你看这个桥都搭出来了 对啊 厉害 他之后才会中尺度 那不知道副主任 我就很好奇想跟您请教一下 那这我们地方政府愿意 把这个工程交到我们台大土木系来执行吗 是这样一个接案的方式来做合作的 是然后呢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有很多组的学生 然后他们设计出来的第一名呢 我们系主任呢 他去募集经费 然后在其实就是在 其实在我们台大系头的实验岭 所以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就我们后面有一张 是实验岭 后面还有 是 系部设计的部分吗 哦在这里是不是 这个的后面 好的 那这个是他们在做这个画图的时候 所以我们用到相当多的技术跟知识 所以这样看起来 也就是我们土木工程毕业的学生 是具有极占力的 没错 他一毕业他就马上可以上工 他就可以接案接手去参与到 人家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设计啊 或者工程执行 也是所谓毕业级就业了 那可不可以听主持人翻到后面的一页 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学生 大出来的身体 就是在这个 那其实现在已经变成我们西头的一个 景点 重要的观光的地方 大家都想要去走一走 哇那就是学生时期就做 这材质呢 这就是木头做的 这木质啊 那木质还要维护 是是 然后我们还有做一些模型的载重测试 安全啊美观啊等等都是我们教学的重点 那我们这个桥有做监控吗 比如说我们多久时间要去把材料去做替换 当然有 当然有 那这材料的这个抽离施工上面其实也不简单的 因为我看这个这里面几乎有点小网状的这种 还温温温温温的耶 那这个除了学生设计之外 其实我们也配合专业的技师 所以呢他其实从老师啊 从专业实务的技师啊合作 然后他们其实很有成就感 是 毕业之后就对自己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他要准备很充足 然后卓颖呢 卓颖学姐 他是搬新管道进来的 然后两位都是数理资优班 数理资优班 介绍一下 一个是成功高中数理资优班 一个是我们中山女高的这个数理资优班 那当时在被审资料的准备上 可能就要问一下夏云学长了 被审资料 被审资料上呢 我觉得一个好的被审资料 就是能在一篇被审资料的内容里面 让教授充分认识你这个人 然后让教授觉得 你就是我们这个系想要的人才 超理想的 那实际执行起来 你是怎么样让所谓教授 对你引发注意 然后而且很幸运的 拣选你来作为我们开大图部工程的学生 对 是我觉得在要做到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需要先对我们想要的校所 还有我们的系所有充分的了解 然后先做功课 知己知彼 知道这些校系想要什么样的学生 然后这样的学生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那接下来就是 那我打你一个差 那你的了解是来自于系上的网页吗 还是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资讯管道呢 比如说学长姐之类的 我的做法的话会是参加我们台大会有的杜鹃花节的活动 哇 然后今年的杜鹃花节会是在线上的 线上 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 那我还可以提供给你 以后你可以跟你的学弟妹去介绍111的大学网 以后把各160几所大学里面各个科系的介绍做得非常详细的 而且我还有全文检索从地区的 还有从你的这个学群 学群学类等等的各种的分类都有 我觉得一站式的服务 我们从弱点分析就把考生引导到大学网里头来看 这160几所大学的这些相关科系的介绍 那所以就不用跑来跑去 当然是像你这样的锁定目标 我只念台大土木工程其他的我都不选择 那当然可以照你的这个做法 如果对于自己好像还不是很了解 然后希望普遍全面性的来看一下的话 那在大学网里头倒是挺便利的 没错 尤其明天2月24号就是学测成绩放榜 所以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看看我们的弱点分析之外 还可以看看交叉弱点分析 看看你的对手们 他们有没有上榜到别的学校 这样子可能你就知道自己的几率跟把握有几成了 来 夏宇同学继续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重点就是把自己的被审资料 跟你想要考的这个校系结合在一起 那实际上怎么做呢 大概就是在你的 可能说提到你的人格特质时 就是把一些这个校系想要的人格特质提进去 那或许就是让老师觉得 你就是他们想要的学生 那你要不要在今天节目里头就明讲 到底我们这个土木工程系要的人格特质是什么 我们土木工程学系想要的人才的话 就有老师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会是一个通才教育 那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就是同学们会有团队合作之间的事物 然后要能够与人沟通 然后基本成绩当然是要够好 那当然连台大都不容易 就是现在大家最抢手 业界都想要跨领域人才可能都在这个工程学系 或土木工程学系对不对 那刚刚刚你 是不是也想要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你在准这个准备书审资料的过程当中 好就是其实繁星不是我一开始主要想要透过的管道 那算是累积一段那个成绩之后发现可以试着走这个 那当然从高一高二开始 我还是会跟着大家一样 都是会准备自己有兴趣的科系就是做准备这样 那我觉得高一主要是可以先选自己有兴趣的类组 然后到了高二再开始可能深入到自己有兴趣的科系去做准备 那我自己 所以你高二就选定土木工程了 对因为我高二的时候有参加台大土木系办的营队 然后那时候就算是很早就认识土木这个科系 对因为我当初在网络上面查资料 就觉得需要有一个实际去体验的这个感觉 所以我就去报名营队 这个营队 好那因为这个夏宇学长跟卓宇学姐呢 两位都是大三生 刚刚好网络上有一位JJ恭喜你 恭喜JJ大家好 我们全家领券100元 然后呢他在请问说 学长姐在大二大三时在挑选教授进行专题研究时 要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兴趣或合适自己的题目去做准备 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在大一大二时 我们会主要针对各个领域的课程 像是交通测量结构等等的课程都会有比较基础的教学 那接着我们就是必须在这两年内知道我们自己的兴趣是什么 或许是自己擅长什么样的科目 然后或者是你特别喜欢 就是特别喜欢在某一个科目上做研究的话 当然就可以去找该科的老师 那你学到 你现在已经有意识你要选什么了吗 我刚才听说有水利的啦 有结构的啦 有大地工程的啦 这方面的话 你还没有 大三到现在我想 国兴老师上的课应该是让我最感兴趣 是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请国兴老师来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专题部分啦 如果说在建议同学上面 你是会去看这个同学的兴趣吗 还是说要先做什么样的功课 才可以挑选自己合适的题目 有建议吗 其实专题方面我们都相当欢迎学生来一起做专题做研究 了解一下研究所到底在做什么 那其实专题的题目其实也不设定 因为我们也没有期待说 大学生要做出很惊世骇俗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只是透过这个 他们想做什么 然后跟老师讨论 然后透过文献的回顾啊什么 然后找到一些兴趣 那其实我们是透过这个过程来训练他一些 看文献的方式啦 然后做学问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再把这个焦点转回来 就是当然你要有这个专题的研究 你还是要先进来我们图木系啦 那这个部分的话教授审查的重点在哪里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是啊 其实我自己当过系上几次的这个招生委员 那我觉得有些学生写的东西其实并没有是很深入的 他看起来就是一份资料是要申请很多不同的系数 哦千万记得了不可以啦 这个不可以一朝办事闯江湖 要对每一所学校你有六个志愿嘛 所以六个志愿里头应该都要为他们量身定做 不要让老师一眼就看出来 啊啊这个不就是这一份就走遍天下 不可以这样 即便是上班在职场里面投递履历也不可以 要量身定做 一定要量身定做 至少要做一些修改 主持人讲的相当好 就是要客制化 而且你要用心的上网去找一些资料 那其实我们有要求要缴交自传跟读书计划 那其实这里面呢 我们是要看你的撰写的这个逻辑表达能力啊 有没有完整性 还有你的细腻度 那从此之间 其实你不要以为老师看不出来 我们都可以看出你有没有热情 然后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对土木的了解等等 那除此之外 你的个性适不适合啦 对不对 然后你个人的这个事性的发展啊等等 在自传里面都可以表达出来 而且自传如果说要节省老师的时间 我们还是一定要向大家推荐 不要再去照这个很多的这个人力银行的范例 一家庭二学校三社团四节结论 那是基本架工 而且我个人真的建议啊 就自传还是用我们新闻的到金字塔的写法 把最重要的就往前段先堆叠 不重要的放在最后 因为其实教授每天要看这么多本 他真的没有时间 他最好第一段第一行的文字就有吸引他继续往下阅读 黄金七秒 这个电视新闻讲究的黄金七秒 一开始opening的前面七秒 如果不好看人家就转开了 就不想看了 对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这个好像也很重要哦 社团服务经验又或者是你是特殊人才 是其实我们追求的是一个 台大追求的是一个全能教育 所以其实只要有这个特殊的社团的服务经验 我们希望他是一个领导统育的 或者是他是有爱心的 然后或者是他有国际观 他参加一些国际的活动 然后呢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 例如音乐运动等等 或者城市的写作 这些我们都相当的欢迎 那特殊人才方面呢 是包括你有得奖 例如说有奥林匹亚的得奖 或者是台北市科展 或者是一些竞赛的证明等等 或者数理之忧 这些都是加很多分的 都是佐证 佐证自己的这些相关的才能 是 那还有一个是整体感受的部分 好像还特别有一张 这个整体感受可以帮我们解说一下 是 其实 我觉得最后 其实这些客观分数之后呢 教授会有一个整体感受的 的一个评量 原因是我们希望呢 资料的 要呈现的时候要很清楚 分类清楚 因为呢这样子我们可以判断你做事 是不是有条理 是不是有逻辑性 图部工程很讲究 那像主持人有说到的是我们要把重点凸显出来 要不要教授找半天看不到重点 那这个就是代表你有没有简洁庶明一件事情的能力 然后除此之外有一些格式啊 行具啊图表啊都要整齐要一致 那最后呢就是 对因为这个跟土木工程 未来的执行作业当中很有关系 如果说你在送交的资料格式行具 然后是否整齐一致你这些都做不到 其实这是个性上的问题 对不对 这是个性的问题 就像我说的就是这样代表你不会自我要求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资料是不是细心啊贴心啊 然后有没有克制化 像我刚才提到的 你不要申请土木系 可是你写的看起来跟土木关系不大 好像跟哲学比较相关 对不对 讲到生命啊 哇写了一大堆跟这个我们土木工程无关的 这个就打差 对 对那在被审资料准备建议上 也请教授帮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是那这个也刚才像主持人说的 就是我们要到金字塔方式 就是要重点由高开始 最重要的一开始 往下开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的排版啊设计啊 都要让人家可以可以能够 轻易的抓到重点 然后呢你一定要在治理行间 表出自己的理想跟热情 还有深具诚恳跟内涵 这个其实不简单啊 不过就是 虽然讲得很抽象 但是我待会还可以请同学把它更落地一点的说 你当时是怎么表现出你个人的理想 没错 就是也想问一下学长姐 你们当时在准备被审资料的时候 相信你们在高中的时候 应该有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啊 又或者是比赛 这个可以分享一下吗 好啊那像我是数理自由班的同学吗 那在我们数理自由班里面 我们会去 踊跃 老师会踊跃的鼓励我们去参与 竞赛或者是制作科展 制作科展报告 然后去 去比赛的活动 那 我在制作备审资料的时候 我就可以说 我有参加过以上这些竞赛 然后代表着我对数理的 充分了解与这个成等等 然后另外我们像 像是我们学校的科展报告 会有一个成果发表会 然后我也很荣幸可以当上 成果发表会的总负责人 这样子 然后我就也可以同时从这个经历去说明说 我在这个活动里面学习到了团队合作 然后与同学之间沟通的能力 那这可能就是 很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的备审资料上面 OK 这样讲到一些具体的内容 就让老师更清楚的知道说 你不是只是泛泛说我个人很具有崇高的理想啊 是不是 那佐尹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可以分享的呢 像我自己是 高一的时候对数学比较兴趣 所以我就可能会特别去找老师 就是聊聊天 然后老师也会特别 就是提供我很多相关的竞赛 因为那种竞赛 就是通常不是大家都可以报名 就是学校有特别的名额 这种 然后就是 就是透过这些资讯 然后去报名老师可能还会 私底下花时间 就是教导我一些课外的知识 或者是培训这样 然后我觉得 就不管这些之后会不会跟 直接跟科系相关 就是都可以把它写在背神里面 就是很完整的心路历程 那负责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做一些介绍 包括相关的照片是吧 就是刚才提到说你有特殊表现的方面 其实要用照片的方式来呈现 这样子比较容易让 爱探索老师可以看得到 是 好那网路上又有人在问咯 恭喜Judy Penn 谢谢 我们家这个电子里借一百元 这个课是英文授课 然后我们大学部就有外籍的学生 一起来学习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刚才那个同学问到的 我们签了很多这个出国 exchange students 还有双学位学成的这个 这个跟各国的学校 所以这个机会是相当多的 交换学生的这个学校 是不是也能够跟我们大家列举一两所 是 例如说 我大概评伴一下 我们最近在已经签了是德州农工 Texas AMM 还有乔治亚理工 那这是美国 在欧洲 然后在东南亚都有 那其实资源不限于台大土木 其实整个台大的国际事务处 他其实有签了很多交换学生 所以其实出国的机会是蛮多的 那当然详细的这个情况的话 也可以请大家除了上我们1111的大学网 也欢迎到台大土木工程学系的网页 它里头呢 也可以去让你认识系友 然后直接到该系去了解一下 对特别有这个所谓高中生专区啊 也就是说我们高中的学生 如果对于台大土木工程有兴趣的 都可以在这个专区里头 找到你想要找到的资讯 甚至于你也可以留言 就如同说在我们这个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 大家留言 我们也会把这些留言呢 请我们的杨副主任来跟大家来做一一的回复 对那我发现刚刚网上有很多网友在问啊 说因为两位学长姐是数理自由版 大家现在很害怕了 说是不是我数学不好 我就不能念土木工程学系呢 应该是 请哪一位来帮我们代表网友 否则大家在一起上课的话 就会有这个高中的落差 在大学生活中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的 是有许多同学是比我们都还要厉害的 所以说就是 可是所以本来你在高中的时候 你应该是高中里头最厉害的教教者吧 叫姿优生嘛 那肯定是最pop的 进了台大土木学系之后会发现 是不是大家都很厉害温穆草了 对是 那我觉得主要是 因为上了大学之后 课程会跟高中差非常多 那我们从高中 数理自由班带到大学的 可能就是一些对数学自然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一边练的天分 那其实 这种东西绝对是努力可以弥补回来的事情 可以弥补回来的 绝对是 哦真的啊 数学这个居然是可以弥补回来的 所以你也是赞同学长的这个说法吗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高中的那个自由班 主要是让我们学习实作 就是实际去做专题研究 就其实也并不是一定对数理 特别顶尖的人会去选择念自由班 对有可能是只是想做研究的人会去念 所以我觉得到了大学 就是有没有念自由班 这个其实 影响真的不大 不大 对 但是数学很重要这点是恐怕不能否认 我们会修到有关哪些数学方面的课程 一开始我们就有微积分工程数学 那其实我们应该是很广的 所以我们还有除了数学包括统计 那是比较交通方面 那我们传统的力学结构 那还有如果你是对化学还工都有兴趣 其实大家就是看各自的兴趣 然后往深入的发展 我们未来的出路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营建经理 所以可能不见得大家看到 土木工人是去做工的 对 恐怕不是这么位阶梯的工作 还有管理分析师 以及地理资讯系统技术员 土木工程师测量技术员 土木工程技术员 还有建筑业及采矿业的基层监督主管等等 那是不是一定要到建筑公司去上班呢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发展 其实我们的出路相当的广 而且是土木是越资深 越有经验是越吃香 那我们的范围包括公家机关 其实公家机关很多土木相关的职缺 然后除此之外可以到国营事业 台要参加国考 要进入到国营机关要参加国考 台电中钢中华电信等等这些 然后其实更很多学生也到私人公司 大的顾问公司或者是建设开发 资产管理等等 然后或者是他们累积了一段经验之后 自己有技师拍照 然后再出来创业 然后其实还有跨领域的机会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系友到工程法律 甚至基电资讯等等 各领域都发展得相当好 还有工程法律 我倒是没想到还有这一块 那如果你对学术研究很有兴趣 其实也可以到研究单位 包括国家地震中心 国家灾害防救中心 营建研究院 还有各大学像我这样子 照大学来认教 对 是那刚刚有人问到 说这个语言方面的话 土木工程学习是特别有要求吗 我们是没有特别要求 因为我们有一般是英文专班 然后其他是可以用中文收课 可是其实土木的英文是越来越重要 因为我们很多部分公司 到东南亚帮忙盖捷运 那所以我们要看一些英文的东西 那现在就算你留在台湾 如果做离岸风力发电机 或等等这些外商公司 那你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其实英文是很有加分的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了解到说 人家说土木就是去工地工作 完全不是 不只是 他当然一定要到工地 但是他做的比较是更高阶的一些工作 那再想要问一下副主任 就是您当时去做这个应该被审 然后面试 您都有接触到 您有没有印象中最深刻表现最好的学生 然后让你觉得说他做了什么 让你觉得很惊艳的 是有 其实印象深刻的蛮多 其实 我们分享几个例子 总归一句话就是他的内容是言之有误 而且是客制化的 他写出其实可以感动老师的 例如说他想要做他之前土木的经验 例如说他高中的时候有去做过实习 或者是在做过相关的科砖研究 然后他想要土木哪些领域在深入 然后他其实会有一个最后一个big picture 是说想要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等等 这些我觉得都 还有蓝图就对了 是 所以他就从根本的一直到最后结尾的这个脉络 非常的清楚 对其实跟你们有发现 这跟我们求职很像 对因为就像老板他会觉得说 不只是你的过去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的未来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你可以为我这边带来什么样的贡献 对你自己有没有一个蓝图 好像也是非常的加分 那学长姐是不是在我们的面试的时候 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你们可能会被教授问到什么问题 然后是你当初没有 你那时候是个别的吗 还是团体的面试 土木系的话其实以往是只有看书审资料 还有笔试内容 是 二阶 对 我是有参加其他科系的面试 那可以分享一下 台大土木工程没有面试 是吧 他们是二阶比试 就是按照这个二阶比试 对 那你参加其他的这个面试经验 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面试的话我觉得 老师第一点有可能就是会挑 先看完你的书审资料之后 觉得其中哪些内容他有兴趣 那他可能就会把那个内容提出来 真的又一次证实了书审资料好好写 而且你既然敢写就要敢负责 对 因为人家从书审资料来面找到 问你 然后你说 没有那是我超弱味的 这一段是超弱味的 不可以瞎白 不可以瞎白 所以就是 首先就一定要对自己的书审资料充分的了解 然后可能随时都要准备好 老师可能会问你什么问题 那要怎么 要怎么去回答 怎么回答 对 那这样模拟面试是不是对高中生真的蛮有帮助 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一般来说高中生可能比较少机会去跟陌生的大人 或者是教授这样 而且还学有专精的陌生大人 真的 因为很怕讲错 对 所以一定要尝试去跟自己学校里面的老师去试着面试看看 或许可以就直接找一位你不认识的老师 然后问他说可不可以帮我面试一下 那通常有经验的老师就是会愿意帮你们 了解 所以呢 其实我就没有相关面试 对 因为他是百姓心 非常的优秀 就是把自己的可能过去的一些资料 还有就是在校成绩准备好 对不对 对 不过夏宇学长到时候提示了我们几个重点 就第一个面试真的要有所准备 那这个有所准备当中呢 如果更具象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甚至于可以模拟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回答也都想好 然后呢在这边呢就顺道在跟大家来救教 就是我个人的这个面试 是我大概也会去抓个几题 而且那几题呢你自己本身要懂得拆解 把它拆解以后再去组合成为 复合老师所提问的 因为老师提的也许我没有准备 可是我准备的这个试题当中 有一些我可以从A抽屉拿一点 B抽屉拿一点 再组一个去符合老师的 好像拼积木的感觉 我在教那些选美嘉丽机智问答题 就是这样子 聪明 我问我告诉他们说 这个叫做什么 真善美 你各自要阐述一分钟 一分钟的真 一分钟的善 一分钟的善 然后不管问到什么问题 就从里面 都拿一点 新拿一点 组成一个符合评审 这个提问 我当时没想过这一招 好请大家要把 把握 这要练习 这要练习 因为有的不见得会拆解 他A就A了 你知道他不会说从A抽屉拿出 1分之1 然后再加上B抽屉加C抽屉再去重组 这个要练 这跟以前跑新闻的时候 记者连线的时候 会有一个字典字固一样 所以模拟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是好 那我们今天呢 节目的尾声还是要跟大家来 做这个幸福企业的抽奖活动 我们有随机抽样的系统 我们直接用随机抽样的系统来抽出 我们的幸运 那你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幸运呢 这个幸运就是参加了我们幸福企业的票选 我们一个人对于一加7也可以投一票 但是我们对于其他 就是一个人可以投好几票 对可以投非常多票 对没错 那今天呢就是请大家 记得马上等一下看完这个活动以后 手刀进我们幸福企业网站进行双认证来投票 好 我们现在准备透过随机抽样的系统 来选出今天的幸运得主 好 3 2 1 请抽 恭喜 柯娟文 看起来应该是女生 恭喜 恭喜这位幸运儿啦 我们在直播节目结束之后呢 我们会跟柯娟文 应该是女士 我们会跟她来做联系 希望能够了解一下 她为什么会参与这样的活动 其他人要作为一个见证 如果柯娟文小姐 你刚好也碰到自己有这个转职思考 你借由幸福企业的投票 认识了这个幸福企业 你如果转职成功的话 哎 还有1万块 所以你就有2万 这个今年过完年之后 你马上拿到2万块 大红包啊 就要预助你 是 好 那今天我们的落点分析交战手册 也非常的精彩 也请大家明天持续关注哦 明天一样也是台大 明天关注 后天就更要关键了 因为就是我们公布成绩的时间 对啊 2 月 24 号 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直播节目里面 会有一些很特定的设计 比如说多提供一些奖项 给收看的这个网线上的网友啊 等等的 因为24号 关键日 我们23号就开始 warm off 就暖身一下 敬请期待 好 好 那我们就一样 明天12点整件咯 拜拜 是 今天也要不准 好 谢谢雪丹姐 谢谢 小费 谢谢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我